想要一款养车成本低并且省油耐造的车型 那么我推荐你入手以下这四款 特别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 并且十万以内就能够落地 只要你正常行驶 十年你都开不坏 更是二十年不用大修 它们被称为国民神车 现在入手简直是太划算了 第一款大众宝来 这款这月销量也基本上是在两万台左右 它与大众朗益使用的都是同款三大件 但是从价格方面来说 这款这更加的器皿 其售价98,800到15,700 优惠能够达到两万二左右 入门几成型现在只需要七万六就可以了 动力方面搭载的是1.2T和1.4T两款发动机 这两个版本我并不是特别的推荐 虽然质量可以 但是大本搭配的是7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 还不如1.5升自吸搭配的6AT变速箱来的实在 马力也是只有1122 但是我们平常驾驭待步足够了 更何况宝来传奇版本搭配的就是这款发动机 现在价格低至7万多 自动挡版本只需要8万多 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油耗也是能够低至6个多 常常达到了4米562 轴距2米614 虽然空间不是很大 但我们毕竟也是享受了便宜的价格 超高的性价比以及超好的质量 所以你的要求也不能太高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大众桑塔纳 这款这一度被称为一代神车 也是凭借着稳定耐达的三大件出名 更有一句口号是这样说的 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 现时价位也比较低 约销量也基本上是在1万台左右 起初价87,900到1万2,800 优惠能够达到3万左右 入门级车型现在只需要57,900就可以了 而它全系配备的都是1.5升自吸发轮机 配备五挡手动和6AT变速箱 质量还不错 只不过动力弱一点 油耗低至6个 开着也是比较省油耐造 反正除了质量靠谱省油耐造之外 在别的方面是没有什么优点 配置也是比较低 内饰的做工艺也比较一般 但是它的空调特别的动人 这一点你不服不行啊 但也就是空间比较小 轴距只有2米603 后排有些拥挤 不过想想这个价位还有这个质量 也没有什么可挑递的 还是比较适合家用 性价比也不错 如果说你有六七万的预算 你会考虑这款车吗 第三款大众VA3 它是属于大众的子品牌 同时在车身上面是少不了大众的影子 质量也是比较可靠 而这款车并没有配备大众的双离合变速箱 配备了更为靠谱的6AT变速箱 售价仅仅只需要65,800到92,800 并且还能够优惠5000左右 现在只需要6万多就能入手 全系搭配的都是1.5升自吸发动机 配备5档手动和6AT变速箱 无论是哪一款质量都比较好 如果你只是简单家用的话 那么孩儿建议你入手它的手动的版本质量也比较好 马力1122它更加的省油 后期只需92汽油就能满足 无论是它的质量油耗空间等方面非常适合我们普通家庭 况且车长也是达到了4米5 轴距2米6空间还不错 日常山下班代步走亲戚跑长渡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价位这么低质量这么好 VS5这款车之所以性价比高 就是因为它是大众的子品牌 发动机和底盘调校也是出自大众 并且与宝莱兰埃使用的都是同一款 1.4T涡轮增压发动机 马力能够爆发出150 同时它也是配备了6AT变速箱 在驾驶感受这方面要比很多大众车型都要强 质量方面也是得到了众多人的认可 零百加速只需9秒左右 油耗低至7个 无论是在动力油耗质量等方面都很让人放心 并且现在价格也是很让人欣慰 起售价86,800到115,800 优惠能够达到3-4000左右 入门级执行现在只销8万2就能入手 还是比较良心的 而它的车长也是达到了4米418 轴距2米630 空间方面表现满足 建议是没有什么问题 上下班代步也是比较合适 毕竟落地10万就能入手这样一款大众的SUV 想象也是比较合适的 外观方面看着也是比较大气 看着有面子 并且销量和口碑都很不错 对此你会入手这款车吗 以上四款大众车型各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的不错 买来家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会选择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